各种蔬果搬上桌 马来西亚古来医院推动梳醒活动 与院内马来友族餐厅合作 烹煮美味清蒸素食套餐 古来医院院长曾美娇当天特别请假 以慈激志工的身份来参加 我们的友族对这个素食怎样丢弃 他们都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就希望说今天的活动可以增加他们的知识 其实医院的厨房平常也都提供食 但这次对大家都是一次全新体验 这次活动准备200份一饭三菜 病患血癌的医院护士朱来也踊越响应 活动中穿插油奖问答 从游戏中提高环保意识 并设了一棵许愿树 让大家定下吃素目标 鼓励更多人响应 舒食爱地球 带新闻真相美志工 刘灵妹冯聚森 马来西亚报道